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世观。 请先开金本,第二卷,第九面,第二卷,第九面,最后一行。 看经文,我愈然是尊,愿要欲问。 实际上,虚佛提尊者所提的三个问题。 世尊在前面都已经答复尽了,也就是说,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已经将圆满。 后面,若不是尊者在此地为我们大家向佛提出请教的话。 所以,这一句含义就很深。 所以,这一句含义就很深。 这一句含义就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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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义就很深。 这就是前面曾经说过,尊者有高度的智慧,能够看出来,是尊所振得的无上菩提。 究竟圆满的大法都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换句话说,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实现。 不是部分的实现,而是圆满的实现。 这个就太难了。 也问世尊释迦摩尼佛49年所说一切的道理,一切修行的方法。 书穿个衣全部在里面,吃饭也全部在里面,走路也全部在里面。 正是《华严经》上所说,一戒是多,多戒是一。 无量法门就是一个法门。 一个法门展开就是无量法门。 所以生活之中点点滴滴,无疑不适。 这才妙啊,所以尊者才赞叹,稀有啊。 我们要从这些地方体会,要从这些地方去学习。 这才叫真正的学佛了。 而不能拿经典去研究。 跟自己的行持毫不相关,那就叫佛学,不是学佛。 同样是两个字,颠倒一下了,意思都不一样。 一个是把佛教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研究。 一个是认真呢,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向祝福如来学习。 这才得真正的受用。 所以这个唯一是完全了解了。 佛在前面这一开始,他读懂。 这就明了。 然而如来后念父主,尊者说我明白了。 可是环有许许多多人在座的听着,他们还没明白。 我们也不能不理会这些人,那就没有慈悲心了。 所以啊,戴威其情。戴大家其情。 其情的话呢,四个字。 约、药、语、文。 这四个字是代表当年在法会当中,全体大众。 大众的程度有浅深不相同。 这四个字就是说明听众程度不齐。 厚厚生于浅浅,一生生广。 这四个字。 每一个字意思都很深很广。 这是我们要想的。 约呢,是愿意听听。 这是程度浅的。 程度浅的。 拨入法门呢,很难听到啊。 有人呢,要愿意听听。 有些呢,程度比较深一点呢, 药非常欢喜听。 那都不是随便听听的。 很欢喜听。 这个药是爱好。 哪些,嘩是埃深。 那个程度更深一点呢,愿意听听听。 我愿意听听听。 把这个弹 做一个愚望。 很想得到,不得到不甘心啊! 你看,你看到这个味道在里面了。 但他晓得这个波如法门对它很重要, 非聽不可 非學不可 那個吻是最高級的 吻什麼呢 吻得開悟 翻吻 吻自信 信誠無上道 世尊詳細一講 他就開悟 他就正過了 這是聽眾裡面的程度最高 所以這四個字是一切大眾當中的程度不齊 雖然程度不齊 各個人都得利益 程度潛的得潛的利益 程度深的得深的利益 沒有不得利益的 這個金剛經商字字句句的確都很有味道 都是這個意義都無量的聲廣 不能含糊籠統這麼唸過去 那當然就沒有味道了 你要是明瞭了 多起來真是有味啊 那麼尊詹帶我們侵乏了的意思 我們明白了 人人本據 如辱不動之自信 這是叫真如本性 一切眾生本來都有的 這個不要從外面學習的 五明為障 我們反覆地麻煩 不但是反覆 九界眾生 九法界 九界裡頭有菩薩了 菩薩也有障 我們有三種障 而且都非常嚴重 有無明 沉沙 煩惱 三種障 到菩薩了 這個煩惱沒有了 煩惱障它沒有了 沉沙也沒有了 只剩下無明 那個無明對它呢 緩是障礙 所以菩薩有無明障 見識到等教菩薩 居力成佛了 就差一點點了 那為什麼成不了呢 它緩有障 最後那一瓶無明 佛在經上告訴我們 無明有四十一瓶 四十一瓶無明 它已經斷了四十瓶了 還有一瓶沒破 這等教菩薩 那一瓶還是它的障礙 必須這一瓶無明破鏡呢 它就圓滿成佛了 這個自信圓滿地先前 因為有障 知忘心生滅不停 我們現在這個念頭 生滅真的是無量無變 無法控制 妄念無量無變 而我們能發現的 給各位說 粗念 哎 我們的心很亂 念頭很多 粗念 微細的念頭 我們還沒有覺察得到 即使有相當的定功 也就差不多 沃羅漢正到九次地定了 菩薩的定功 比沃羅漢高得太多太多了 佛在經上述 大臣原教拔地菩薩 才看到微細的念頭 看到微細的念頭 假如這些念頭 這個念頭就是生滅心的 你根本就沒有發現 你怎麼能斷它呢 一定是心發現它了 發現叫救 把它斷掉 那叫功夫 你的心要救 拔地菩薩才能看到微細的身邊念頭 所以這個念頭的生滅當然有 也不必害怕 不必恐懼 為什麼呢 一切眾生都是一樣的 沒有例外的 如果對於佛的教會 我們能夠信得過 能夠理解 依照佛教跟我們的方法 來修行 確確實實 是有方法解決這問題 不是沒有方法 方法也有很多 我們自己可以選擇 故學者應從文字上用功 前面講的 願要與文 當然在這上面 那就做真功夫了 楓欣經上 觀世音菩薩 為大家報告 他所修行的理論與方法 這個諸位度楓欣經 在第六卷呢 你就读看到了 如果楞严经读了之后 还看不懂 那你回过头来 再去读金刚经 观世音菩萨用的理论跟方法 与金刚经所说的无二无别 说的话可能不一样 里面的内容完全相同 所以要紧在这 梵文文字心 诗诗诗诗读 这件诸法诗像 诸法诗像就是新星 诗诗读诗诗诗诗 建诸法诗像 就是明心诫心 鉴心臣服 mma 是一个意思 尊者带我们前提 神尊地缺大慈大悲 就为我们详谈金刚般若露 我们先看看这个小标题 这个标题很重要 月今命无助一掌般若震挚 本今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半部跟下半部 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因为在详谈里面 上半部 佛已经把意思说尽了 那就不必再说了 已经说尽了 理论跟方法都说出来 须佛提尊者接着再提醒 为什么再提醒呢 尊者很慈悲 有大智慧 观察大众 明白的固然不少 还有一些有疑惑的 于是再提醒 这个到后面经文 我们再详细更不会报告 再提醒 要把所有的疑惑 断得干干净净 在这个菩萨修行的菩提道中 才能够一帆丰顺 而没有阻碍了 所以前半部的经文 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 有声有钱 后半部是为声无间 后半部是越心来说的 前半部是越静来说的 静是静阶 也就是我们生活环境 从生活环境当中 来说明无助 总而言这一句话 剥弱的宗旨就说无助两个字 正是现实 完全表现出来 剥弱的智慧 那么底下有分两段 这是第一段 第一是无助一身心 指使我们无助 从这个地方 让我们建立信心 底下这个小颗 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只注重大颗 前半部从信解 后半部行政 所以正宗坟里面前后两部喝起来 信解行政自焚 这个架势跟大方广佛华严经 五二五变 请看经文 佛告徐佛提 诸佛无萨摩佛萨 应如是相佛其心 佛告徐 甚为锦要 不可忽略不可忽略 这是特别提醒 我们像这样的句子 老师在本经很多 看到佛告徐佛提 告诉告诉 上对下 老师对学生 告诉徐佛提 就是告诉我们 各位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你才得受用 或者他跟徐佛提讲的 跟我没有关系 那你就得不到受用了 你也就别听了 徐佛提是我们的代表 他是代表我们来侵罚的 告诉徐佛提就是告诉我们 遇到这样的句子 下面一定有很重要的开始 叫这名字提醒你的注意 底下的话很重要 一定要仔细地地听 诸菩萨 这一句是指 发大心之善男女也 前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 这个诸菩萨是指他们的 全教菩萨要想再提升到 发生大事 那就是摩侯萨 这一句里面 谈一眼就广了 不但是深了很广 这里的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实在说没有别的 就是无助而已啊 就是降伏而已啊 不断地去做降伏的功夫啊 一直到等觉菩萨 还有那一瓶身相无名媚婆 还要用这个功夫 把它降伏住 那就圆满菩提了 他就是喊这么多意思在里头 不不仅是表面指各个不同阶层的菩萨 五十一位菩萨 功夫是一个原理一个原则 应如是降伏其心 发心要发的圆满究竟 第一点很重要 因为你发心不远不究竟 你对的果报就很小 如果等到我震到小果了 我再发大心 这样次地发心啊 时间很长也很累啊 不如一开头就发足 那个就很省事啊 好像你们有不少同修啊 驾车到这儿来 驾车嘛 当然要驾油啊 你那个油加一点点 开一点点再去加一点点 那你这不叫自找麻烦吗 为什么不通通家族呢 一下就开到 就好为这个意思啊 心要不放 不是很大很圆满的 在这个菩提道上啊 常常要停顿啊 常常要休息 那一停顿一休息就退步了 这不进则退啊 所以你修行的时间呢 就会很长很长 三大二十七节 这发足了啊 就快了 一生当中就越满了 那是不能够相比的 所以如上尘佛道下化众生 一定要发这样的愿 要发愿作福 要发愿许佛 许佛呢 许作福 这是金刚金沙世尊所赞叹的 所选择的教学的对象 选这样的人儿 要知所以上尘而事无所成 所以下化了而事无所化 上尘佛道下化众生 为什么又说成无所成化无所化 这个说法了 就怕你执着 你发个面我要成佛 执着在这个佛上啊 你成不了佛 不能执着 愿要不要发呢 要发 心可不可以有呢 不可以有 有愿不能有心 这个事情很难啊 没有心的愿不就没有了吗 心跟愿是两座事情 两座事情 要搞清楚 有愿不能有心 有心是吧 有心就有助了 那无心才无助啊 所以有愿 有愿你又有心了 身心了 那无助身心了 它能身心 所以不可以住 所以不可以住 成佛不可以住成佛的像 那么由此可知 学佛也不能学佛那个像 学佛那个像 你不就执着了吧 度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又不能执着度众生的像 你要是做了度众生的像 那你就烦恼不变了 佛门也有句话说 好似不如无似 好似不如无似 那还度什么众生 没得度了 不度众生了 佛祖句句话的都是药啊 你看 他说这个话 对什么人说的 他这个药 是治什么样病人的 那个人害的什么病啊 我们现在连好事都不愿意做了 那这些好事不如无事 那就糟糕了 我们现在要鼓励人 多做好事 金刚经上 不住相啊 硬无所住啊 而行不失 就确定做好事啊 可不能听庞居士的话 好似不如无似 那庞居士是治另外一种人 喜欢做好事 喜欢做好事 做相 做相 生烦恼 所以说 他那个话是治什么病的 是对哪一种人说的 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害的是什么病 啊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 来对治 法要不奇迹 会害死人啊 这个主要知道 佛法好 不简单 就跟药一样 药很好不错 真的好吗 你就吃 随便吃吃 保险一吃就死了 那不对症啊 佛法也是如此 法要弃迹 才能帮助人 开悟争苦 法要不弃迹 就把人的法生灰命断掉了 那个故事就重了 比杀人的生命重 断人的法生灰命 所以本今的大主义 也可以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叫我们不要执着 你看 上乘佛道下发众生 这是身心啊 受无所沉 受无所化 是无助 硬无所住 二生其心 要符合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 在信德究竟 体用圆满 而成为大菩萨 这才真正是一个大菩萨 确实 这不是赞叹的 为什么呢 你要真正能做到这个 心地清静 而业无所住 这是真心泄露 就是明心解析 又能上求下罢了 这不是法身大事 是什么呢 就是华言经上讲的法身大事 就是华言经上讲的法身大事 请翻过来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节 如念佛发满 本是至远至顿之 无上妙法 本是至远至顿之 无上妙法 所以只能往生下瓶 甚且并下瓶也不够 其不上妇佛恩 下妇及临 此皆由不明 无上大法之所以然 是学佛不能不开智慧 我们道常同修 大部分都是念佛求生减脱的 江卫农居士 虽然一生都在营救学习金刚薄肉 但是他念佛求生减脱 他所标榜的是 教宗般若行在弥陀 所以他的早晚课是念阿弥陀经 念阿弥陀佛 他在经典的研究 专门在金刚般若上下功夫 念佛这个法门 不仅仅是一些善知师们赞叹 其实这个法门呢 是摄放三世一切祝福如来 共同的赞叹 你们看《弥陀经》 六方佛的赞叹就知道了 《无量寿经》上摄放佛的赞叹 就很清楚很明白吗 他是一切祝福之所赞叹 确确确实实是至云至云是圆满 顿是顿超啊 没有比这个法门再快的了 这样的说法 就连法相中开山的祖师 奎吉大师都承认 奎吉大师由阿弥陀经的诅解 叫通战书 阿弥陀经通战书 是奎吉大师做的 法相中的祖师 他在他祖节里面 也承认了这个法门 是最顿的大脚 最快的 若一日到若七日就成功了 还有哪个法门 能比这个更快呢 找不到了 咱没有了 而且这个法门 什么人修行能成功呢 无论什么人 三根普贝利盾全手 这是真正不可思议 其他法门也有圆顿的教法 但是他要具备条件 上根地质 不是那个根性的 没有用处 成宗是智云智云智云 在中国 列代祖师当中 列代祖师当中 真正成就大众 明心见心的 十一六祖会能大师会下的人 最多也不过四十三个人而已 注意想想 当年跟六祖大师 亲近大师跟他学习的 何值万人呢 决定不止 真正成就四十三个人 你就想想多么难 六祖以前 任何一个祖师大德 六祖会下成就的没有这么多人 六祖以后也没有 十多祖是我们看到的 他的学生当中尽了信的 大车大路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多点五六个那就不得了了 就很稀少了 多半都是一两个 六祖会下四十三个 空前绝后啊 他那个圆灯门槛高啊 我们这些人跑不进去啊 没用啊 静宗这个法门 只要居足三个条件 信 怨 行 就成功了 无论什么 真正相信 真正想到极乐世界 真想见阿弥陀佛 老师念佛就成功了 这种条件我们行啊 听了之后想想自己还可以 还没有问题 你想禅那个不行 我们没办法 教啊 我们也没办法 其他的法门呢 我们遇到了想想自己的根性呢 不行 没办法 这一个法门可以了 所以这个法门古得讲了 万修万人去啊 一个也不漏 一个也不漏 真的是武上妙法 而静宗经典的深奥 也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古得有数 无量寿经 即是中本华言 我们对于华言经的深广 虽然不能完全了解 也听说过嘛 无量寿经的深广 跟华言是一样的啊 中本华言啊 中本华言啊 说他做中本 那当然还有个小本啊 小本是什么呢 佛说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教义的深广 也跟大方广佛华言经相同 无二无别 我们也略略地体会到了 从哪里体会到呢 从李延池大师的苏朝 李延池大师给《梅桃经》做个注解 叫苏朝 他的学生沉实亲自听老法师讲《梅桃经》 做成笔记 把笔记跟苏朝和起来 他那个笔记叫苏朝演义 我们度了以后才真正相信 《梅桃经》的教义 《梅桃经》跟华言是一样的 是没有差别的 这是说明 《梅桃经》的《梅桃经》 语言到极处里 顿到极处里 顿说快速 阴心人发心不大 这就很可惜 心者修净土的这些人 心量太小 心量小 大法也变成小法 心量大的人小法也变成大法 你相信吗 金刚经才讲过 释迦牟尼佛做一持补 那是什么法 大法了 无量无边的大法 由此可知 那个心量大了 点点滴滴 一举一动 都是圆满的大法 菩萨无量的心门 发门无量 无量的心门 他在一门里面 心路无疑 都表现出来了 这是我们一般凡夫 很难体会到的 想须不提 他就知道 他就看出来了 真地是 智云智顿 无上妙发 所以我们发心 太小了 只知道 自了 实实在在说 能够知道 自了的 就不多了 那么大多数 修建徒 念佛人 他搞的是什么 他是拿这个法门 换糖果吃 你说你可惜不可惜了 怎么叫换糖果吃呢 求这一生的富贵 求这一生的平安 求健康长寿 这就叫换糖果吃 糟糕不糟糕 他能够治疗不错了 治疗什么 他想出三界 他要往生复国 这就很难了 很不容易了 心量小了 心量小是不是 凡圣同居徒 下背往生 说实在话 这个地方讲的往生下瓶 应该是无量手 叫上下背 不是下下瓶 我们在经里面 做得很清楚 下下瓶往生的 那是造作 五逆十卧 极重罪业的人 我们虽然天天也造作罪业 也没那么重 所以往生绝对不是下下瓶 也不会是下中瓶 下中瓶是什么呢 是出了家破街 造作种种卧业 下瓶终身 所以由此可知 我们不往生这些 往生最低的那个瓶位 应该是下瓶上瓶 如果修得好一点呢 中背往生 上背往生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罪业不怕 要懂得忏悔 往生平位的高低 固然是与平常修行的功夫有关系 欧耶大师说的 平位高下在与你功夫的前身 这是平常用功 还有一个忏悔的功夫 忏悔功夫也有前身不同 你那个心是不是真心 纯心 真诚达到基督的诚恳 那样的忏悔 那个平位也不可思议 我们在《观无量寿经》 看到那个阿摄世王 阿摄世王造的那个罪业 是忏逆食物 杀父亲 害母亲 跟提婆大度勾结 破活活生 处佛神学 干这事 那个罪业 那个罪业是阿比地狱的罪业 他临终之前忏悔了 知道他错了 真正法愿悔改 念佛求生西方净土 他要往生 佛在阿摄世王经大藏经常有 他往生什么平位呢 除非我们意料之外 怎么想也想不到 上贫终身 他说造那种罪业的人 我们平常在经上看的时候 那应该是下贫下身 这就是下贫下身 他真正忏悔念佛往生的时候 决定能够去 就看到忏悔的力量 他这个忏悔的心力 他忏悔的心 究竟圆满 所以从忏悔有程度前身不同 像阿摄世王的忏悔 可以能够到上平终身 因此我们晓得这些事实 明白这些道理 对于那些造作罪业的人 不能轻视 不要小看他 说不定他临终一忏悔的时候 评委还在我之上 那平常你要瞧不起他 千万他到极乐世界见面 都不好意思 所以对一切人要恭敬 纵然他破戒造作罪业的时候 也应当恭敬 这个是决定正确的 普贤菩萨教我们礼尽祝福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恭敬心 对待人家 每一个人 机缘不一样 说不定他在临终一念忏悔 像这个阿摄世王一样的真点 那品位一下就提升上去了 那么这一段说明了 学佛要有智慧 没有智慧 他心就不大 心量一定要大 特别是读金刚不入 一定要以世尊为榜样 换一句话说 我就要学世尊那么大的心量 就要学世尊这样圆满的行持 这个圆满的行持 我在前面都曾经跟主委报告了 就是要做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的好样子 你记住这句话就对了 这就是佛 这就是大菩萨 不是单单做给几个人看的 释迦牟尼佛表演 就是做个尽虚空变法界人的好榜样 我们今天 无论是自己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不必改 就在自己生活方式当中 自己从事于某一种行业 也不需要改 就在你自己这个行业当中 你要做出癫型 做出模范 做出好样子 这个就是佛法 这个就是自行化他 相复其心 是令妄想不起 是不缺者觉 出发心人 下手只有相复 故人云 但求希望莫根密针 这就是自行化 尊者问 应云何住 云何相复其心 而世尊的答 只大幅相复其心 没有说住 实在是他所问的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是一个意思 世尊在这三个问题里面 只要答复一个 三个都圆满答复了 为什么不从发菩提心上谈 发菩提心大家不好懂 为什么不从无住所谈 无住很难体会 从相复其心 大家的印象深刻 也比较好像具体 所以世尊选择 这个问题先来解决 怎么样把这个妄想 妄想 妄想 把它付出 妄想 就是不缺 所以诸布要想 决心 不动 如果你也是决了 决了心是清净 决心是清净 决心是不动 不觉是动 不觉是不清净 不觉是不平等 使不觉者觉 就是叫这个 妄念欺负不止的人 要把它熄灭掉 恢复到自信 清净心 初发现任 我们学佛的第一步 只有从这里下手 无论是哪一个宗派 无论是哪一个法门 所谓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修学的门禁 方法不一样 门路不相同 目的是一个 怎样相互其人 诸位要晓得 目的是一个 所以说 法门平等 殊途同归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你的心就会定下来 不会产生错误的观念 我这个法门好 你这个不好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这种说法 就是傍佛 傍伐 傍伸 你说那个法门不好 这法门通通是佛说的 你不是傍佛吗 古今中外 依照这个法门修行的人 很多 那你不是傍伐吗 许多人用这个法门修行 挣狗了 那你就傍伸 所以绝定不能这样说 只可以说 那个法门适合他 不适合我 就还有那个药店 很多很多的药物 不能说他不好 他都能治病啊 有一些药不能治我的病啊 那能治他的病啊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就不会爆发了 就不会轻视 与我所修不同的法门 不敢轻视 不但不轻视 而且要尊重 要恭敬 他有能力 他有智慧 他可以修学那个法门 这个是一定要明白的 否则的话 你修得再好 你还批评其他的人 批评其他的法门 说老实话 往生都去不成 为什么呢 因为你棒会棒大臣 你棒法 这个罪很重 会障碍你往生 后宽 其心动念 我们的心地污染 不清净 不平等 无量寿经 经题上就把修行的原则 交给我们 清净 平等 经题上就交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看 一切法门 要用清净心去看 要用平等心去看 用决心去看 都要尊重 供养 这个是正确的 所以 尽管 法门不一样 都是 降伏这个望向 禅宗 禅宗叫你打坐 打坐的目的在哪里呢 把心定下来 降伏望向 教下将就读经 现在教下跟从前不一样 以前学教不简单 你要学天台中 你一入门 老师傅就把法华三大步给你了 这是天台中根本的经典 法华经文具 法华经 学义 莫合直观 这三大步啊 从前那个现状书啊 录起来有这么厚 一堆啊 要叫你通通背过 你也没有能力背 你没有资格进讲堂 为什么讲堂听讲经 不像我们现在有经本呢 没有经本 老后人讲到了 第几卷 第几页 第几行 大家都背过了 都清清楚楚 现在印刷书发达了 印书方便了 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本 从前没有啊 从前经典呢 只有在藏经楼 只有一部 寺庙里人再多 经典就那么一部 所以要去度经呢 要去抄 在藏经楼上本子借出来 自己去抄啊 没有 没的地方卖啊 现在仍佛报大了 但经典一应应 几十万本子借 人手一策啊 所以从前呢 大家把经典呢 宝贵得不得了啊 很难得很稀有啊 它有尊重心 我们现在这个尊重的心没有了 所以我们的成就不如古人 古人真得恭敬 所以说出第几页 第几行啊 都晓得 通通背过了 老师也背过的 学生也背过的 这才有资格到讲堂来听经 那个时候叫五年学界 所以这个修行呢 一入山门 不管你是出家在家 从前在家人 在寺庙里面修行 运功的很多 又破色又破译 待发修行 常住在寺庙里面 跟出家人的生活一样 五年学界 出境是这个五年 你没有资格到讲堂听经 你也没有资格到念佛堂念佛 也没有资格去听讲 餐餐都没有资格 这五年干什么呢 付劳役 四年大众人多 有十多工作要做 你要去做工 分配你工作 你去做工 做工说 修福啊 你不能没有佛报啊 修福啊 工作之余 你自己去读经 都把它念碑 意思不要去管 先去念碑 这是做第一步的工作 五年学界是做这个 我们在堂经里面看到 你看六座惠南大师 进了山门之后 分配到草房里面去工作 草房是等于说厨房的下面 这个里面是辟柴 充米 他做这个事情 我们晓得 那个时候 五族的道场 注重了 有三千人 三千人吃饭 那时候烧柴火 米是要冲啊 不是像现在机器 你就晓得 多少人在那里 做工作 那是做苦工啊 这个工作一般都是五年 那么能大师 他是一个天才 借出的人才 这是再来人 这不是黄人的 八个月就开悟了 他就走了 他在那里干了八个月 这个是出入佛门的第一个阶段的修修 在这个地方把你过去那些烦恼 把脾气在工作当中磨掉 把你的妄想杂念用读经的方法把它读掉 很好啊 办法很好啊 读经的目的在这里 那我们念佛呢 也是把妄想杂念念掉 岂不是 方法不一样的 目的都是相辅其心吗 用的方法不一样吗 有人用持周 有人用静坐 有人用读经 有人用念佛 这举几个例子 方法多得是 目的活在呢 都是降伏妄念 这是诸位 必须要记住 然后才晓得 我们修行修的是什么 就是把妄念修掉 没有别的 那么修行 有没有功夫 得不得力 就在这个地方啊 去看音 测语 看看 我今年跟去年比一比 妄想少了 那就有进步了 如果今年跟去年想想还差不多 那你这一年就空过了 你这一年没进步 如果说是我不学佛 忘年还少 学了佛忘年更多了 那你就大错就做了 你完全走错了路了 你路子没走正确 不是理论上错误 就是方法上错误 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 假如是方法正确 理论正确 一定是烦恼啊 逐步逐步地减少 心地一天会比一天清净 清净心 生智慧 所以说烦恼少了 智慧也多了 这个才是功夫得力的样子 那么我也常常啊 遇到一些同修来告诉我 他说他念佛读经呢 读了几个月了 游人呢 读了一两年 妄想杂念还是很多 他怀疑了 开始怀疑了 来问我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其实不然 确实有效 你那个功夫还不到家了 不要怀疑 继续努力 你就受到效果了 如果起了怀疑的心 你的功夫就要打很大的折扣 你要想看到效果 很困难 很困难 这个法门呢 实在讲 应用在所有法门 不相通的 不怀疑 不夹杂 不简短 无论用什么功夫 记住这个原则 那就没有不成功的 必须知道 我们自己的烦恼 吸气 不是这一生养成的 多生多接 无量接来 养成这个烦恼吸气 你说这个东西 真是根深蒂固 我们今天才学几天佛 才学几个月 才学个一二年 就想把它转过来了 哪有那么简单呢 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 那学佛的人不过过都成佛了 那学佛的人不过过都成佛了 没那么简单呢 所以真正有成就的人 那就是佛法里说的 有善根 有佛德 什么是善根呢 不怀疑是善根 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陆自宣正确了 不再怀疑了 善根 不驾砸 肯努力 那是佛德 那个人真有佛了 他这一生决定成就 我们怀疑 我们想退转 进进退退 这个自己要觉悟 我们的善根佛的痕迹 不够深厚 不够深厚啊 不怕了 现在可以培养啊 我只要努力 只要认真努力 我可以培养 我可以将自己的善根佛德 达到这个水平 这一生当中也能成就 不可以自保自欲 不可以自保自欺 凡是能够努力发愤的人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所以一定要有智慧 要想要智慧 我们修的是什么 古人这两句话 实在讲呢 是把我们从妄念的根本上 但求希望莫根弥真 为什么呢 你要想真 又是个妄想 我们要除妄想 怎么可以在妄想上再加妄想呢 譬如有人问我 我常常有碰到 法师 我念佛几时能得一心 他念念想等一心 我就老实告诉他 我说你没指望 你这一生当中不会等一心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一个一心的妄念存在 你就得不到一心 不可以啊 这个念头莫有了 你就是一心了 还有一个求疑心的念头在 那你怎么能担心呢 我说都是老实话 没指望了 一定要想的 所以说莫根弥真 越不求真 忘得去了就是 忘得去了再想一个真 那就变成忘了 所以前面讲的 上求佛道 不能有上求佛道这个念头 有上求佛道的大愿 不能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呢 就求不到 所以告诉你 实物所求 实物所度 把这个念头卸掉 只要去做 自自然而 就圆满成就了 都是这个意思 不单出发心理 实则自始至宗 一直有降伏之功 乃至臣服业无所助 所以经上讲的 无助这个原则 是迟满成就了 是彻似迟众的 从此发心 一直到圆满成佛 都是这一个无助 一个原则 一个道理 尽管用的方法不一样 我念佛他参禅他持咒 方法不一样 原理原则一定是完全消毒 我念佛不住念佛的像 参禅不住参禅的像 持咒不住持咒的像 现在为什么 参禅的人看念佛的人看不顺眼 念佛的人看持咒的人也看不顺眼 什么原因呢 主俩像 如果统统都无住的话 心都清净都平等 那大家相处都一堂欢喜 就是一位着相 着相是盲修下练 是搞假的不是搞真的 搞真的大家相安无私 搞假的就打得突破血流了 那就没有法子了 假的里头有冲突 有意见 真的里面没有 真的里面心都是清清静静 一直到成佛 你就守住这个原则 就修的是这个东西 穿衣不住穿衣的像 吃饭不住吃饭的像 工作不住工作的像 不住工作的像就不会累啊 做得再多都不会累啊 他为什么会累呢 因为他着相 除世带人家 我统统不着相 那个日子就很好过了 就很自在 很美满 游戏人家 像诸佛菩萨一样 得大自在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这是讲到旧极之处 除降服外 别无尽修方法 这是一定要牢牢记住的 我们今天读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要不住相 不住相呢 你念的功夫就得利了 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 没有需求 只求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尽宗跟般若不一样的地方 就这么一点点 只求往生极乐世界 你要能这样去做 你往生的品位 不是上上品 也在上中品 不会在上下品 这品位就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心清净品的酒 前面是真的提了一个钢铃 下面就是西说 要解释了 应如是相符其心 这个如是指的是什么呢 底下举了一个例子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暖身 若胎身 若世身 若化身 若有事 若无事 若有想 若无想 若非有想 非无想 这个几句 不仅仅是讲 三界六道 一切众生 包括进了 就是你 身为原觉菩萨 也不能超过其外 换句话说 九法界 有情众生 尽在其中 我们发心 要发这样的大心 不仅令入 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 无量无数 无病众生 实无众生的灭度之 这是佛非常具体 你跟我们说明 因如是相复其心 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秒极了 我们要懂 要彻底明了 要学 我们这些妄想杂念 就能复得住 念佛功夫就得了 这些文的名相 朔语 普通的呢 我们都省掉了 都不要解释 以免耽误时间 一般很容易能查得到的 圆和先生 圆散即灭 当体即空 了无所得 这是说明 九法界 一阵庄严的 实相 一阵庄严的 意识环境 身后环境 正身体 从菩萨一直到地狱 都是因缘所生 远于我们现在人讲条件 众缘合合 许许多多的条件 合起来啊 这个现象生出来了 圆和就现身了 现象 这个现象出现了 生出来了出现了 云散即灭 云不可能永远合 它那个合的时间长短 有一个力量 在操纵它 在凡复呢 叫业力 业力在操纵它 它这个合的时间长短 诸佛菩萨是愿力 过去在因地当中 它发现了帮助一切众生 这个愿力 这个是一切现象 这个聚合时间长短的 主宰的力量 这是我们要想的 以我们人来说 我们一个人的寿命 不相等 这个寿命 什么人主宰的呢 不是阎罗王主宰的 也不是上帝主宰的 我们业力主宰的 因为是业力主宰的 你要是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 我们这个寿命长短自己可以做得了主 因为你懂这道理 你懂方法了 自己就能做得了主 自己身体健康状况 自己也能做得了主 就是体弱多病 业力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是 我们修清净心 修慈悲心 我们肯救护一切众生 身体自然就健康强壮 我们修转 不是靠药物 不是靠一些补的东西 那个不行 那个东西不能转业力 那是治标不治本 不太多的反而出毛病 这个事一定要想 它有正确的理论 正确的方法 这真正是所谓是 在佛师门中有求必应 它有道理在 所以这个圆三 这个像就没有了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像的现行 像的生灭了是假的 不是真的 完全是虚假的 只是圆居圆三而已 圆散我们知道的 空了 墨游了 像墨游了 圆没有散的时候 有智慧的人就想到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了不可得 因为一切现象 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你还会去执着吗 自然不执着了吗 自然就放下了 这一放下了 离开分别执着 你的心马上就清晰了 真心本性就显露出来了 无量的智慧德能 那它就起作用了 那是真的 那可不是假的 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我们要求他干什么 求得了 那个利益太小太小了 等于求人间富贵一样 你的享受 昙花一现而已 你什么都放下 什么都不求了 你所得到的是 净虚空便发见 像观音菩萨 千处祈求千处应安 那个多自在呢 观音菩萨为什么这么自在呢 观音菩萨无求啊 观音菩萨什么都不执着啊 不分别不执着啊 信得显露才得大自在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自在呢 样样都贪求啊 求得太多了 求得太多了 烦恼就跟着来了 求不得苦啊 求得了 求得了更苦 求得了是吧 有详尽方法保持啊 怕丢掉啊 这幻得幻实 没有得到详尽方法求 求得了之后 详尽方法又怕它丢掉 结果怎么 结果还是要丢掉 所以你看穿四十真相啊 你这信尽方法 什么都不求 什么都不要了 反而得大自在 要多想想啊 多想想这些四十的真相 四十真相 确确实实 唯独啊 唯独啊 一真法界 那是真的 那不是妄的 佛与大菩萨 佛与大菩萨 华严经上法身大司 他们住的什么法界 一真法界 那是真的 十法界里这个佛 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个佛天台家所讲的 藏教佛 藏教佛 通教佛 别教佛 不是真的 语言教才是真的 语言教才是真的 所以是法界里面的佛 是藏通别佛 不是真佛 语言教的佛才是真佛 诸业真法界 华严经上讲的 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 无量寿经上讲的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 我们要求一真法界 不诸是法界 所以佛那个念头也要方向 我们有做佛的大愿 不能诸成佛之相 做成佛之相呢 你要真成了佛 是设法界里面的佛 不是一真法界 这个相不能诸啊 诸相我们的亏是大了 为什么 就信你 则本来不生了 惊异无灭了 因为本性上本来若是 这个本性里头啊 没有这些妄想 受法界的相通通没有 所以就是连成佛的相都不可以知足 这个才与自信相应 你才能够见心 你才能够正信 凡是生灭的 是十法界里面的 十法界里头有生有灭 一真法界里头没有生灭 所以这个念佛求愿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要知道没有生灭了 因为西方世界是一真法界 它不是是法界 望尽清空 夜时即转 生灭心灭 生死害处 而朕若不生灭之 愿命心灭 为之若无于涅槃 唯一究竟倦果之臣 前面讲了我们要发心 要像佛一样的心 不可以发心 发的那个心跟佛的心不一样 这个不可以 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是凡夫 罪业深重 我怎么敢发跟佛一样的心 那你就错了 这叫什么 自卑感 佛不许我们自卑 也不许我们骄傲 真心里面没有自卑 也没有傲慢 佛教跟我们法 我们依教奉行 就是佛的好学生好弟子 那怎么会有错 这个叫发大心 发大心啊 然后才晓得修大心 这是佛对我们希望啊 希望我们能够很快地震巴过 这心不大不行 希望是妄想 妄想 妄想尽 情就是妄想 一切众生 情值太深了 这是烦恼的根源 一般人讲的时候 情要空掉 忘静 他还不觉得忘 应该要静 情空了 得了 这不得了了 我有一年在佛光山 佛光山办夏令营的时候 大传学生夏令营 幸运法师找我去讲维时 也讲到情要断掉 当时就有一个女同学 起来的时候就提出问题 他说法师 如果人要没有感情的话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像我提了这个问题 我就说那好啊 刚好高雄有一条河叫爱河 我说那你可以跳到了林区 爱河永远 他不晓得说六道 为什么你会再六道轮回 你就是被这个害了 还不觉悟啊 那要是说穿了的话 你那种爱情一文都不值啊 为什么呢 假的 不是真的 今天爱了 过两天都有离婚了 老别扭的都不爱了 不是真的吗 所以你要认识清楚啊 这个世间六道里头的人讲话了 都靠不住啊 不能当真啊 虚情假意啊 不但呢 别人的话呢 不可以相信的 自己对自己都不能相信 你能相信你自己吗 到明天主意又变了 这不能呢 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啊 为什么呢 里面这个妄想念头太复杂了 千变万花 全是假的 怎么可以当真啊 所以我学佛我懂得 人家说我对你很好 点点头 嗯不错不错 假的 不能当真 不能当真 你要当真啊 你就被他迷了 你就错了了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全是妄想 全是情直 所以诸位要下头 真的情啊 真的爱啊 只有佛菩萨有啊 佛菩萨不叫情也不叫爱 名字换一个叫慈悲 慈悲是真爱 永远不会变的 你尊敬佛菩萨 佛菩萨爱护你 你毁谤他 无辱他杀害他 他还是那么爱你 从来没有变过 那是真的啊 诸佛菩萨讲我爱护你 我们可以接受 那不是假的 这六道里面的凡夫说是 爱护你不是真的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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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嗔恨你啊 你不要怪他 也是假的 过几天他心又变了 不是真的 统统不是真的 所以不要在意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那你就对了 这叫有智慧了 所以世间凡夫所用的心 叫三心二意吧 那怎么能当真呢 学佛就是要望今行空 这四个字是一个意思 望今情就空了 要把情转变成智慧 情跟智是一桩四形 理性的就是智慧 感性的那个智慧就变成感情了 情跟智是一桩四形 迷雾 觉悟了 情就变成智慧 迷惑了智慧变成感情 一桩四形 转发脑成菩提 这个要把它转过来 夜时即转 在底下射了 望今晴空了 夜时就转了 射了就转成智了 转霸识成思智 转式成智了 这才是运功真实的功夫 所以古德讲修行要在转实成智 研究经典 研究要在大开元节 修行要在转实成智 这非常非常重要都是修行的总纲领 生灭心念 生灭是念头 妄想 望今晴空了 望进晴空了 生灭心就没有了 望念就没有了 生死就没有了 生死轮回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生灭念头里来的 那么换句话说 只要你有妄想 只要你有念头 你就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一点我们不可以不知道 换一句话说 佛法法门很多 你去试试看 哪一个法门里面 真正都没有念头了 你才有能力超越三千 如果你修学这个法门 修得很久 也挺用功的 那个妄想念头还在 那你就要明白 你出不了三千 你说这个问题多厌重 实在讲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不得不求阿弥陀佛了 唯独这个法门 叫代业往生 就是你这个念头 生灭的念头 不断行 可以往生 只有这一条路 八万四千条路里头 只有这么一条 不要断这个妄想 能出得去 除这一条之外 任何一个法门 没有待业的 都要做到生灭心灭 你才能出得了三千 才能够脱离轮回 这个生死海 就是六道轮回 所以我们搞清楚 搞明白了 才晓得法门里头 有难有义 古人讲 念佛法门叫义行道 其他的法门 跟净土法门一比 难行道 真难 可是这个义行道 难信 那你不相信 那就没有办法了 十多难行道 很容易叫人相信 信了 别别的忙一生 得不到救 这个法门难信 信了的人 他都出去了 那是非常幸运 都出去了 这样正如 不生灭之 愿民信函 这就是禅家讲的 明心见心 尽心成佛 这才叫入五语烈盘 这是旧经国家之称 那么换一句话说 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 像佛一样 要度他入五语烈盘 要发这个心 也就是说 帮人要帮到底呀 不可以半途而废 那就很可惜了 那么也功德了 帮到什么程度呢 一直要辅助他 成佛 这个想想的 太难太难了 我们自己是个凡夫 怎么能帮助人成佛 说出这个话 人家也不相信啊 人家说大话了 根本就做不到 其实不难 真做得到 怎么做呢 劝人念佛 求神净土 不就做到了吗 确实不难 遇到人 就劝他念佛 这个方法很好啊 现代的人 跟从前人不一样 一千人老实 这样的人很少说话 现代的人喜欢表现 废话连天 你接触到的时候 不听也不行啊 我们念佛人呢 有好方法对付他了 不管他讲多少话 讲完之后 阿弥陀佛 再讲完之后 阿弥陀佛 我们阿弥陀佛 一句一句 灌到他 八十天中 他那些废话 我们一句也没听进去 这个方法妙计了 这就是 赌他入乌云涅槃 你学其他的法门 就很难 很不容易 真地 波迪凡夫 走不到 学净土法门 容易 你看 社放三世 一切祝福 都劝众生了 念阿弥陀佛 求神净土 我们也用这个方法 劝一切众生 念佛 求神净土 岂不是用的方法 跟诸佛如来 无二无别 真正有这个热心 这是慈悲心的 热心 把这个法门 劝到一切众生 那一切 都能真地得度了 今云 佛中从云起 又云凡事有心 定当作佛 又云有心无心 其成佛道 佛心虽众生本寓 而佛中要待缘身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 但是他迷了 迷了之后 要破灭开悟 再恢复佛心 那要靠缘 所以说 佛中从缘起 弥陀金山告诉我们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得姻缘 缘很重要 我们遇到佛法了 也是多生多戒的 因缘成熟 因此 我们要给广大众生 做正常乐 把这个 发门 这样殊胜的发门 介绍给他 以一切 善巧方便 把佛法介绍给人了 这真正叫修佛了 这真正叫报恩了 在台湾 有做这个内衣的同修 他们要到大陆去设察 行前之后 到我这里来 我就劝他 你做这个内衣 应上阿弥陀佛了 印上这个经文 印上阿 我说这个 你求三宝加值 销路一定好 为什么呢 端正社会风气 一定得到大众 这个社会大众的欢迎 不要印些妖魔鬼怪 那个气氛不好 所以我就劝他 这样去做 这一次的时候 我们到这边来 他做了几件 给我带来 于是他同修 前面是弥陀弟子 后面是一切有为乏 如梦幻报应 底下四个字 世间如梦 那四个字是 恒一大师献的 你们看看就像 恒一大师的字 第二个就是说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就在你本行上 你就弘法立身了 你就令一切众生入 无语捏盘 而别多知 就在做这个事情 不必要换一行 就在本行 就在自己 本分工作里面 我们就做 就做出来 所以这个语言重要 一定要发心 为一切众生 做佛种的真上人 这些众生 真能得度吗 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来是佛 他有佛性 凡是有心 定当做佛 因此 我们做这个语言 种的这个语言的时候 一定有效果 一定有收获 侯宽 《华言经》上讲 有心无心 七成佛道 就是情与无情 同源种之 这个意思很深 无情是讲植物讲矿物 植物矿物也能称佛吗 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信 佛法中属 在有情众身上 叫佛性 在无情众身上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植物矿物 叫法性 可是要晓得 可是要晓得 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 不是两个性 因此 有情众身成佛了 无情的众身也跟着就转了 一报随着正报转了 就跟着转了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是凡夫 我们是生灭性 因此我们的这个世界 一报都是生灭的 植物也是生灭的 植物又生住一灭 矿物又沉住坏空 都有生灭的 再往生到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的人心清净 没有念头 他那个心不生不灭的清净心 西方世界的一报也不生不灭 他那边花草树木都不生不灭 你看就转了 那就叫同源终止 华阴经上所讲的 你在梅陀西方世界看到了 同源终止是这个意思 都是不生不灭 植物矿物通通是不生不灭 所以佛性虽众身本具 而佛种要带原生 成佛的缘分是一定需要的 没有这个机缘是不能成就的 这个机缘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我们自己能成就自己 我们也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得到究竟圆满的成就 这就是世尊在本经上教给我们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要生这个心 不要生别的心 要生这个心 应无所住而生不食 我们不食佛法 不食成佛的最上缘 这就完全正确了 要以这个为敌 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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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